看第十八章 十八章讲到了另一个弟子叫子章 这个子章是他的字 他叫专孙师 专孙是他的姓 他的名叫师 字 子章 陈国人 这个专孙是陈国的一个贵族的姓氏 贵族的氏 专孙师就是这个子章 子章有个什么特点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是一个小子路 什么叫小子路 就是他跟子路很像 他没有子路那么厉害 没有子路那么刚 但是这个子章也比较的忙 也比较的做事有点冒冒失失的 这是这个子章的特点 子章比孔子小个大概要四十六七八岁了 差不多接近小五十岁的样子了 很年轻 所以孔子教育子章的时候 就感觉是爷爷教育这个孙子教育小晚辈这种感觉 那子章有一次就跑来学甘露 这个露就是凤露 甘露就是当官 对不对 就这么个意思 就子章跑来跟孔子说 老师你教教我怎么能当上官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就这么个问题 然后孔子就回答他 我们来看孔子回答就特别有意思 孔子说多闻缺疑 慎言其余 则寡由 多见缺带 慎行其余 则寡悔 言寡由 行寡悔 路在其中 好我们来想一想这个问题 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说 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当官 怎么才能赚到钱 对吧 我想这个投入到体制内好好当官 怎么才能一路亨通 你会怎么跟他讲 然后你会发现孔子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态度 永远不是 你只要做什么做什么就行了 孔子的态度永远是从你自己出发 就是你能当官也好 你当不了官也好 你能赚到钱也好 你赚不到钱也好 归根到底是谁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你要去想你自己应该怎么做 你只要做好了 能当官的就当官了 能赚钱的就赚钱了 有人说老师那我做好了 我也当不了官也赚不了钱 孔子说那就是你的命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孔子解决问题的思路 所以子章跑来问他说 老师你告诉我怎么能够赚钱当官 孔子就说把你自己做好 做好到什么地步 做好到严寡游行寡悔的地步 这个严就是说话 寡就是少 游就是错的意思 过错就叫游 严寡游就是说话 别这个老说错话 对不对 就叫严寡游 说话很少说错就叫严寡游 行寡悔呢 做事不要老让自己后悔 就是很少会冒冒失失的说话 很少会冒冒失失的做事 你自然而然就会当官了 自然而然就有俸禄了 所以你看孔子的态度是 不管你想要什么 你先做好你自己 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对不对 就你是一朵花蝴蝶就来了 你是个粪苍蝇就来了 对不对 你想招什么 不不在于别人 在于你自己是什么 所以他说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当官 你想要这个 自己出人头地 你先得配得上这个事 你配不上的话 你就算侥幸当上了官 你最后爬的越高 摔的越惨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严寡游行寡悔 路在其中一 你把该做的事做好了 俸禄自己就来了 你该做的事没做好 哪怕给你了俸禄 你也留不住 就这么简单 那么前面就要讲说 怎么做就能够严寡游行寡悔呢 说多文缺疑 这个缺就是搁置的意思 缺就是搁置 多文就是多去听 多去听别人讲 觉得不明白的地方 先不要着急 就把它留下来 后回去慢慢想 这叫多文缺疑 然后说甚言其语 就是没有疑问的地方 你再谨慎的讲出来 确实没问题了 你再谨慎的讲出来 那么你讲话就很少会犯错 多去看 把自己觉得不明白的 或者觉得有危险的地方 搁置起来 剩下的看到的 谨慎的去做 那么你做事就很少会有毁了 就很少会有做错的事了 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做错是因为什么 我们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 因为冒冒失失说话 冒冒失失做事 导致我们说出去的话 有时候恨不得把自己掐死 对不对 有时候做了一个事 回过头来反应过来了 说我怎么能这么干呢 恨不得把自己扔出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孔子说其实你就先多听多看 然后你谨慎一点 如果你觉得不太对的地方 你先别说 不确定你先别说 或者你觉得可能说出来有问题 你先别说 不太对的 不确定的 先别干 剩下的那些要做要说 你谨慎一点 那么你将来说话办事就很少会犯错 很少会让自己后悔 只要你的说话办事不犯错 你自己都不会后悔 你想想别人会怎么对待你 别人肯定觉得你这个人靠谱 你这个人厉害啊 所以你的俸禄自己就来了 永远从自己身上出发 把自己搞好了 什么都有了 你说我搞好了 我自己还没有 孔子就很简单 那就是你的命 但是你不搞好 你是肯定更没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孔子的这个这个思想 是非常的通透的 孔子的思想是非常通透的 就紫章学甘露 一个小辈比孔子小48岁 跑过来说 老师我怎么能够当上官 拿多工资 然后孔子就说 自己想想你说话办事的时候 靠不靠谱 对不对 多去听 多去看 把不确定的存疑 别着急说 别着急干 要说要干的 谨慎一点 让你自己说的话 做的事很少出错 很少后悔 那么路在其中 你对吧 你自己就能够当官拿奉路了 就很简单了 这个鱼就是剩下的意思 就是你把这个存 你把有疑问的不确定的搁置起来 把剩下的没有疑问的 把剩下的没有疑问的谨慎的说出来 谨慎的做好 这叫慎言其余和慎行其余 那么你就会很少犯错 你就会很少后悔 不犯错 不后悔 路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这就是孔子的观点 我们今天也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 对不对 每个人都想要追求的东西 比如说你也想要这个升官发财的 其实在孔子这个观点里面就很很正常 对吧 就是就是非常的贴切 就说那你就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了 带就是危险的意思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带是危险 对吧 学而不思则往思而不虚则带 带是危险 把那些觉得可能有危害的 有危险的东西搁置起来 不要去做 对吧 剩下的谨慎的去做 那么你就会很少后悔